野生杖傲对抗狼群结果会怎么样 杖傲是被黑的最惨的犬种 它既没有卖杖傲的人吹嘘的那么神 比如三傲占老虎 也没有熬黑所黑的那么差 杖傲在国产盟泉里面 打斗级别还是顶级的 如果杖傲成为流浪狗 面对野生狼群会发生什么呢 咱们将目光转向高原地区 杖傲市场崩盘之后 大批量的杖傲被抛弃成为流浪狗 这些流浪杖傲最终回归野性 通过不断的打斗自我主团 确定了等级地位 由于食物匮乏 它们经常对野生动物展开进攻 当这些凶猛的野生动物 面对流浪杖傲的时候 对抗结果令人万万想不到 有路人曾经记录下 三只杖傲围攻一只雪豹 也有路人曾经拍摄到 杖傲分工合作 直接将野生狼当成食物 甚至二级的时候 直接进攻灰熊 老话说得好 生烫力不亏 杖傲毕竟是一百多斤的猛犬 再加上高原地区 是真正纯种的原生杖傲 战斗力还是非常彪悍的